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一集的 加油傻春 这是新加入节目 我们希望每两个星期就出一集 希望 这个节目主要围绕我们春家的日常生活史 以及可以有空解答大家对我们春家的一些提问 没错 如果大家有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问我们 诶 傻春这段时间肚疼 然后坐了几次软便 它也算了几三晚 又不说没胃口 都吃了很多东西 不过就要注意饮食 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的 但现在又不能吃 惊死我了 希望它会快点痊愈 我们最近都忙着找房子 因为说这么快就已经半年了 这里的租约二月未到期 我们正在找一些房间的单位 为什么不选择公室 因为我们觉得 首先最重要是有车位 公室这里没有车位 而且始终偏贵 所以我们尽量找一些半独立屋 为什么不找排屋呢 因为排屋 我听客人说 隔音比较差一点 连隔壁的楼梯 里面也听到的 我们又怕春卷玩的时候 会骚扰到人 所以就不会选择排屋了 我们现在还在看 还没找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介绍呢 那我们的预算是800磅 一个月最好连车位 我走得了吗 你说了很久了 希望新屋的样子都比较新正 因为很多普遍的英国楼 都比较有历史 其实我想找一些新的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找宠物的宅宅 其实也不算太难 因为有很多大厦 其实都可以是 家人朋友 还有很多建出来 好像我们这幢 整幢都是一个管理集团 租了所有的盘子 这些其实是容易租了一点 不过有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通常都会贵一点 会比起正常的房子 或者宅宅都会贵一点 希望可以找一些 接受宠物的房子 另外就是 我们其实也是在 Rine Move和Supra看盘 盘方面其实也不算多 而且可以接受有宠物的 的确是少的 有宠物的盘真的有点难度 在看楼盘的时候 已经遇到第一个困难 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已经有第一个困难 就一打到去 他竟然说 是要排待楼盘 他说我之前已经有 很多台客要看那间屋 所以我们就在 待楼盘 如果有人cancel 才叫你去看 地区方面的选择 其实我们也没有 什么特别的指定 其实我们又不一定要 在曼城 在偏远一些地区都可以 我们又没有小朋友 所以不需要就校网 不需要就地区 但盘方面都真的比较少 一来可能是因为 圣诞之后 他们仍然在假期 亦没有什么人做事 听说冬天找楼 又难一些 所以也有很多困难 最近的疫情 在香港或者英国 都好像很严重 那究竟疫情方面 有没有影响我们呢 我觉得影响又不大 虽然出街 都要戴口罩 特别是商场和超市 就最好戴 因为始终人多 但是我们去到公园 都会随便休息一下 始终大这么久 都辛苦的嘛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香港 这么紧张的 我觉得英国 感觉上跟病毒共存 就算中了招 都叫你在家休息一下 也不用去隔离营的 对不对 去隔离营是不是没东西吃的 有时香港的朋友都会问 在英国究竟有没有限聚令 其实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限聚多人出街的 那些病菌也不会在六点之后才出现 所以它就不会禁止这个堂食 没错了 而很多在这里上班的朋友 其实都有work from home 这里的雇主好像 都对work from home 都有支持 嗯 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 都会常问究竟 在英国的疫情好像很严重 他们在香港看的新闻 就说到这里很厉害 究竟我们这里又是否真的这么厉害呢 其实我来这边我又感觉不到 看回网上有些网民留言 很搞笑的 就说抗疫 抗疫到罗虎来生 有什么感想 在香港真的抗到罗虎来生 这边就不戴口罩都没人歧视你了 是吗 是的 香港真的不戴口罩好像 叫做什么 很大压力吗 对啊 非常大压力 被人批判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就是清零 笑大人的口 还有一个就是清零 真是笑话 共存反而有点生机 你怎么看 其实在英国的概念 已经是共存着了 哪有空跟你清零 这里 没有可能清零的 对不对 我也觉得 是的 你清零就只能够像香港那样 对不对 6点钟之后才有病菌出现 然后又 日头没有病毒 又不让你开店做食肆的 然后你只吃外卖 但是遲些可能你没有打针 又说不准入食肆了 哪有可能 我们这里没有这些东西 遲些病毒未消灭 店舖都收拾了一粒 哈哈哈哈 你那间也收拾了 不要提了这些东西 不要再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在我们在这边的生活 对于抗疫来说 确实是比较 没有那么大压力 自由一点 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虽然听起来 可能你们的概念 会觉得好像很自私 就是周围散播一些细菌 但是其实大家都戴口罩 搞了两年 那是不是帮到这件事呢 似乎又好像不是 嗯 那究竟又打针又打到何时呢 可能打到 2047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共存 可能也真的是唯一的办法 嗯 对了 不用那么紧张的 其实 我也有些朋友中了招的 他其实也没什么事 对吗 就算了 在英国你中了招 这么幸运中了招 也不用捉你隔壁营的 他最多是叫你在家休息一下 对吧 哪里需要捉个弯呢 哈哈哈哈 爆棚的了 那里没有空位的了 那里 对了 放松一点 好了 我们今集的加油傻春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新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 因为都是纯粹想更新我们平时的近方 或者是说一些日常的东西 没错啦 我是傻春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 share 和留言给我们 最好就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希望快点可以过晚订阅 还有follow的IG 没错 干嘛订阅我呢 多谢大家的收看 今集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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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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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雖然出外都是要戴口罩 特别是商场和超市 但是没香港那么紧 哈哈哈哈 打哭露 好 杀 哇 這個不用寶寶 早上